我们平时在山庄做的圣迹是小圣迹 是你常用的衣服剪下来一块 然后再包挂你自己的那个精神 人的精神在哪里 在毛发指甲 毛发跟指甲 你的指甲就代表着你的精神 你的头发就代表着你的精神 毛发指甲 那是精神象征物 跟一块你自己衣服剪下来的 你穿很久的衣服剪下来 都已经都是你的本身的气了 经过地灵也是一样的 会增加你自己的光彩 这个灵气 地的灵气 天地人三种气 其中地气就会帮助你这个人 这是生机的做法 生机的做法 那么也算是一个替身 好像你会受一次的灾难 你这个替身帮你替掉了 那么这个人问新加坡莲花 曾经问如果他寄来五份的生机物 是不是就代表他有五个替身 这个我问一下看看 因为同一个地灵 对不对 同一个地灵 你寄来五份 按照现在他的指示 姚泽金母的指示 等你一个生机 因为同一个地 同一个地气 加持你 你虽然有五份 虽然有五份 加起来也是一 同样都是你 加起来也是一 除非你做五个生机 在五个地方 五个不同的地方 你就等于是说 有五个替身 这个神木上面里面 也放了你的生机 在木上面放了你的生机 那有五棵大树 五个神木 五棵大树 你各放五个生机 各放五个生机 那就是五个替身 那就是五个替身 有不同的树 你同一个穴 就只剩一个替身 是这样子讲 如果我把你的五个生机 放在五个不同的地气上面 那就是五个替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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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讲 这是回答新加坡 莲花腾青的 莲花腾青的 感谢观看